波士顿大学公布研究过程 首先是对150名年龄介于65岁到88岁的年长者分成三组测试 其中一组人接受高频60Hz的伽马波刺激前额叶皮质 第二组人以低频4Hz的data波刺激 第三组则为对照组 结果发现电流刺激脑部确实能够改善短期和稍长期的记忆力 且成效高达50%到65% 相当于在20个单字中平均可多记住4到6个单字 且在疗程结束后效果仍可维持超过一个月 对此纽约霍夫斯策大学医学院临床神经学教授盖特利德维相信 虽然这只是研究初期但前景可期 因为未来或许能够针对个人两生定做出 专门增强记忆力的电流刺激疗法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